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很多人早上起床,喉咙总有那么一口痰 有些人喉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痰,土都土不完 特别是一些慢肢肺气肿,慢阻肺的人群 喉咙发炎,喉咙特别多的痰 痰其实是失聚成痰 其实这个不管是痰也好,痴也好 可以说是一种同一类的东西 那么这个痰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皮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里面的皮除了消化我们的食物 这个功能也叫做孕化水骨 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孕化水丝 所以如果当皮虚,那么润化水丝的功能也会下降 这个时候体内的水丝就会从水丝失聚成痰 所以喉咙总会有很多的痰 因此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其实很多人说痰是喉咙的问题 痰是肺的问题 但在中医认为,肺是储痰之气 皮才是生痰之源 所以认识到这一点 大家就知道我们治疗这个痰 一定要健皮,润皮 一定要把这个皮健润起来 它的这个润化水丝功能才会健康 这个湿气才会减少,痰才会减少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其实这个痰,这个湿 它是有一定的特性 叫做组织,气肌 就是说它会导致这个气堵在那里 也就是痰的一个特性 那么湿气堵在那里之后 它又会影响到这个痰湿 更难的去除 所以可以说是气质之足 这两个方面它们是互相影响的 导致这个痰非常的难去除的一个原因之一 中医有一句话叫做 怪病皆由痰做怪 这句话不是世上罕见的怪病 其实都是痰引起的 而是很多寻常普通的病 很奇怪 用了很多方法就治疗不好 其实原因是痰在做怪 只要把痰化掉 这个病就不治而遇了 很多人有痰 用了很多化痰的药 医时间见效 过了一顿时间又有了 这就是没有解决皮的问题 所以加强皮运化能力 和肺的宣发能力 才能够治痰之道 治标又治本 首先我们来准备五克的花椒 花椒是我们厨房里面很常用的一种香料 花椒具有温中型气 排寒去湿 驱寒暖胃 缓解痛筋 杀菌消炎等功效 用花椒泡水喝可以达到温中型气的作用 能够快速的让人体内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花椒对于治疗糖尸体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因为花椒具有一定的去除湿气的作用 接着再准备死磕的福林 福林是健脾养胃的良药 中医认为它有健脾和胃 逆水顺湿 宁心安神之功效 其健脾之功效尤其突出 脾胃是后天之本 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个人的身体 强弱症状 福林有健脾的作用 脾胃强壮 人体自然就能够长寿 糖尸体质是因为脾胃虚弱 不能够润化水湿 二层聚因生糖 服用福林可以健脾 又可以溺水 胜湿 从而帮助化解水湿 消除糖尹 接着再准备五颗的橙皮 橙皮能够理气健脾 造湿化痰 是去痰湿的高手 也被称为是身体的清道夫 橙皮能够健脾 去湿造湿化痰 很多人都认为 橙皮主要是化痰 其实是误解了橙皮 橙皮它主要任务是健脾 行气 橙皮为什么能够健脾 因为橙皮性质有些温 而脾就是需要温 绝对不能够凉 脾得温则润 所以橙皮能够温皮 让脾胃健运起来 另外橙皮还有一个特效 就是它还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这种芳香的味道能够化着 凡是芳香的东西都能够叫醒脾胃 脾胃一旦从慵懒中醒来 它就会卖力的干活 橙皮我们最好选用3-5年以上的橙皮 这样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 其实橙皮除了健脾 运气化痰以外还可以保护心脑血管 使心脑血管收缩能力增强 抗动脉硬化 降低血压 接下来再准备5克薏米 薏米含糖类 脂肪油 氨基酸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现代人把义米视为营养丰富的 剩下消暑佳品 既可食用又可药用 具有沥水 消肿 健脾 紫蟹 美白肌肤等功效 义米性微寒 服用之后能够起到很好的 清热健脾的作用 这种食物非常适合 岭南地区的人们服用 因为这些地区湿气是比较重的 所以服用义米之后 能够起到去湿的作用 义米它本身的功效就是 溺水胜丝 健脾 紫蟹 对于糖丝体质的调理非常有帮助 因为中医认为脾胃为生糖之源 脾胃功能异常 就特别容易导致糖丝的形成 所以常吃一些义米 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有好处的 接下来用清水 把所有食材都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切几片生姜 生姜可以清除呼吸到所有带来的分泌物 具有散发风寒和结表的效果 可以用来治疗风寒咳嗽所带来的症状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再加入大约800毫升左右的清水 用花茶键给它煮上半个小时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时间到后我们这道茶就煮好了 倒入杯子里面趁热饮用效果会更佳 花椒可以健脾去湿 橙皮可以补皮 养胃 生精 抑肺 清皮 能够礼器健脾 照湿 化痰 茯苓也有健脾 肾丝的效果 这几种食材搭配起来 健脾去湿 化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还能够防止心痰再生 现在的人 由于饮食和作息不规律 痰丝体质的人也越来越多 吃得太好 做得太久 冻得太少 很多人还没有到中年就开始发福了 迫不及待的油腻起来 痰丝体质的危害很大 大家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三高是最喜欢痰丝体质的 所以如果你会化痰 真的会治疗很多的疾病 这个方子很简单 只有几味食材 就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处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